品牌是一個企業的靈魂 對內而言 品牌涵蓋了企業的文化及企業形象 促進員工對公司的認同及實品感 對外 品牌展現出企業的獨特性及差異性 優質服務及品質確保 也是代表消費者對企業的信賴及肯定 而品牌除了增加一間企業的五型資產總價值 也是企業能夠勇氣經營不可或缺的策略 我相信建立自由品牌是企業發展揮走不可的路 品牌建立過程一定會遇到許多挑戰 不過人我成功最重要的關鍵 其介意領導階層的結晶合意力 品牌的發展是很漫長要硬的路 最大的挑戰還是在於人 多數人直接認為成功的概率不高 所以不願意投入 其他部分人堅持求安穩 不願意接受挑戰跟變革 我一開始也花了很長的時間 努力在各部門的溝通 品牌建構的觀念及品牌建立的必然性 直到大家成共識 才開始進行品牌的打造 品牌的投入就像一杯子的水 要不斷地投入資源 有一天才會溢出來 展現其效果 就像棕樹一樣 要埋下種子 細心用心耐心的栽培 灌溉 思維不可能短期見到成效 共同努力打拼的目標 快速進入市場 穿新的產品 跟瞻瞻品牌的形象 以上是我們這次參加 品牌計畫最大的收穫 也感謝經濟部工業局 台經業 及普羅品牌公司 支持及協助 以及台灣企業 能從專業OEM ODM的製造王國 轉型為OBM 發展的世界一流企業